各位朋友早晨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下 Think Model 65 Double Horn Legacy 其中一個特別創新的做法 大家可以看到 主要的 outer branch 一條是進入rotor 另一條是bell branch 這兩條主要的管 都是咬在一起的 然後是全段看折在一起的 大家看看 完整整地把兩條管 看折在一起的 這樣的製作難度 當然不會高很多 但是 這樣也會帶來 樂器的額外的穩定性 令到它的反應更好 或者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一些傳統的樂器 例如這支Yamaha 它兩條 outer branch 就是用幾個橙臂 每個支點 連接在一起 這個是103 大家看看 它不同的管 都是用不同的橙臂支撐著的 這個也是大家 經常看到的傳統做法 把兩條管 咬在一起 全段看折起來 雖然製作難度肯定高很多 但是 帶來的穩定性 就相當重要了 大家想想 全段看折起來的管 甩折的可能性 差不多是沒有的 不過當然 這個設計最重要的好處 就是樂器的反應 其實會快很多 音色也會純正很多 希望我下次再有Model 65翻課的時候 大家抽時間來試一試 多謝各位